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民国58年成立 与民国80年上市 实收资本额157.91亿 代号9907 是属于金属制品工业 主要经营业务 包含高级超薄冷压板 马口铁底板 马口铁 马口铁罐 与宝特瓶空罐 统一时生产及行销基地可以看到除了在台湾 大部分都是坐落在大陆地区 统一时的身份除了金属制品工业 同时也是统一企业集团的成员 因此除了是整合自贯上中下游的企业 同时也布局饮料生产及各类饮料包装制造 同时具备了饮料生产事业 对于统一时有了基本的了解 接下来看一下产品销售占比的状况 目前马口铁包裁产品占比有62.19% 是产品的主力 塑胶包裁饮料产品占有37.81% 也算是不低 而主要的销售地区 马口铁包裁产品大陆地区只占了36% 大陆以外有64% 但是塑胶包裁饮料产品大陆地区占比100% 看来塑胶包裁饮料产品是主攻大陆 再来看一下近5年的财务资料 营业收入是呈现有增有减 但差异没有到很大 在毛利及营业属役方面 近3年却是呈现微幅衰退 最终EPS的表现则是有增有减 大部分都维持在0.3x左右 107年则是因为一页外收入变多 主要是因为任列土地使用权及房屋的处分利益 因此垫高该年度的EPS 再来看一下2020年的表现 2020年营收的表现 上半年前几个月很明显是受到影响 营收呈现连减 而且连减程度算很大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整年度的累积连增率 从本来-30.6%一直收链 直到11月剩下-7% 代表营收是有在持续回温 毛利的部分在2020年也是大幅提升 净利也是跟着大幅提升 因此造就2020年前三季累积的EPS 来到0.54% 已经是比去年整年的EPS还多 负债比的部分 近几年都维持在45%附近 并没有太大的负债比 同一时的利基 除了技术、资本与竞争优势 接下来还有相当重要的 集团优势与产业优势 毕竟同一时为统一集团之关系企业 加上麻口铁大量应用在民生上 基本上算是相对稳定 接下来看一下配股配息的状况 从2000年至今的配股配息 只有两次没有配股与配息 第一次是2002年 2001年EPS为负 2002年就没有配股配息 再来就是2020年 2019年EPS为0.34 2020年也没有配股配息 引于分配率的部分 大部分都在80%以上 只有少数几次低于80% 算是相对大方 平均殖利率的部分 长期来看算是有高有低 近10年平均殖利率的平均数为3.44% 不算高也不算低 而近几年也都是变成发放现金股利 本益比的部分 目前是20.45%算是正常 近值比的部分 目前是0.96%也算是正常 这是同一时的月线走势 可以看到在2013年 出现大幅度的涨势 基本上就是跟着EPS在联动 2013年的EPS是0.8% 与2012年比较是呈现大幅连增 因此走势也是一路往上喷 不过之后 EPS的表现相对没有那么亮眼 那么走势也相对没有这么亮眼了 所以基本面其实与走势也是有着正相关性 近三年的EPS 除了2018年有业外收入 电高基期之外 从2017年的0.38%到2019年的0.34% 实质上是呈现衰退的 因此走势也是呈现震荡走低的趋势 目前2020年前三季EPS来到0.54% 走势准备回到2019年的位置 在营收稳定与走势稳定的前提之下 如果0、存股是万年存股 要打造现金流 那么存股手中的就是配股与配息 同一时 在近20年的年后 有两次没有配股与配息 这个频率就看你能不能接受 个人认为没有一定的对与错 就看自己的决策 以上的资讯分享给各位朋友啰 本频道没有建议任何买卖操作 单纯分享资讯 以上分享皆为个人心得 本人无邀约推介之行为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想要分析的个股 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哦 咱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